各位微信仙师 各位双善知识 继续为各位来谈解 杨仔风水学的奥秘 曾经有人顾问我说 我是信什么佛 信什么上帝 信什么教 我不必众处风水就可以了 上帝会保佑 佛会保佑 所以我们信这个不是很好吗 那好 那是最好是这样 诚心的信奉你的上帝和神佛 那可以去及避凶 当然不要迷信 但是你要弄清楚 你住家的风水 那超越上帝与佛 所以这些信徒非常的不满说 书父你污入了我们的神佛 我告诉你 神佛交代你 要把污前弄干净 污后要弄清洁 你家里的孩子大家才不会泡泡 读书都让人家跑前面 这一个信徒他就哑口无言 他家里就很乱 污前乱 污后也乱 乱七八糟 所以孩子呢 两三个的精神都有问题 前面呢 污前的庭院里面 也弄了乱七八糟乱摆 到外面看到什么东西就捡回来 弄成家里很糟糕 所以他的老婆 每天谢谢念 哦 所以我你们这一个风水学位 不是所想的那一景 那一种风水 风水就是你住家的前院 后院 一定要保处清洁 不必豪华嘛 你豪华没有用啊 豪华是沽荒至少而已啊 但是干净是最重要啊 若是不干净 你买更多的古董宝贝 来放在你这家的前面田园 以为这样呢 这增加你的身份 乌后呢 弄了乱七八糟 孩子的头脑智慧 一天比一天阿达阿达 那你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这信徒呢 他就很感恩的说 哎呀 师傅啊 你和一般地理师讲的不一样 这是大家都一样啊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啊 你听懂也不懂而已啊 所以风水学的奥秘 这是一个残疾 环境学 环保学 环境不好 你再说怎么样的旅游还是零 环境好的话 清洁的话 你墙壁 只是竹子大得 也是很有禅意啊 也很好啊 所以老祖书尊 要我开辟这个 混连禅词华语籍 羊仔风水学的奥秘 让各位了解到环境 主宰了你的心 主宰我们的念头 眼耳鼻舌身 五种的元素呢 就是五行 运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我们不得不注意啊 那么这一节来 我们就要来跟讲 庭院应该清洁 不要重视豪华啦 免官 这个极是风水学的基本理念 祝福各位 给主帖家的海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